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由赛期运动协服独家冠迷播出的娱乐乐凡天 我是杨阳 由姜文指导的电影《让子弹飞》呢 再过十天就要上映了 那昨天这部电影呢 是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首映发布会 导演姜文协、葛优、刘嘉玲、陈坤等一众的主演呢 是集体的亮相 让这发子弹正式起飞 早在电影开拍之初 《让子弹飞》就因为结合了姜文、葛优、周润发三大影帝而备受关注 如今随着电影上映在劲 大家也越来越好奇 这三位演技精湛的影帝 谁将最为抢戏 究竟三人会如何较量 我们只有从电影中寻求答案了 从目前公布的片花看 姜文、葛优和周润发分别扮演的土匪、骗子和恶霸 都各有各的出彩之处 不过昨天的发布会上 葛优却透露 当初自己最想演的 其实是周润发饰演的恶霸一决 发歌这个戏呢 他演两个人 有疑似 又和张勿之呢 是直接对立 恶霸 有劲 我就想演这个 跟姜导演说了以后呢 姜导演说你啊 可以演这个 但是谁演你这个 他说这个 你的比较合适 我就听导演了 尽管最初葛优没能演成恶霸 但不难听出 在姜文的心目中 葛优是谁也无法代替的好演员 在今年最强势的三部贺岁片中 男主角均由葛优一人包来 一度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 而在昨天的发布会上 导演姜文也再度被问到这个老问题 我也拿回是怎么回事啊 年底全葛优 这点里边有句词 葛优跟我说 我您之前说 我还两句事骗过你 大家说 什么时代 那现在我明白了 一个是他去拍了赵公 一个是拍了肥儿 因为我找葛优拍这戏的时候 没有那种别的事 不管怎样 葛优的演技受到了业内的一致认可 但由他主演的三部贺岁片 谁将脱颖而出 还有待观众检验 如今陈凯歌的赵氏孤儿 已经率先上映 首日票房接近三千万 而冯孝刚的《非诚勿扰2》 并在22日上映 这让人不得不备夹在中间的 让子弹飞捏一把汗 希望姜文打个漂亮的三身仗 记者李宁小强 北京报道 因为和富二代汪小飞闪电结婚 而成为话题人物的大S呢 日清来到了福州参加活动 这也是大S呢 婚后的首次公开亮相 那对于自己婚礼的计划呢 大S也是大方的做出来会议 近日大S宣宣福州 参加某品牌的亲品发布会 这是大S婚后首都公开亮相 免不了被媒体一阵穷追猛打 话题都离不开被炒得火热的大小婚 当被问到婚礼要如何举办时 大S则大方的表示 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夫妻 所以那些形式上的跟庆祝方面的 就尽量以来宾跟家长开心为主 然后让所有参加的朋友 能够开心为主 想一个最简单又最舒服的方式 当天大S脚踩高跟鞋 身穿红色抹修小洋装 间接否认了怀孕的传闻 那他计划什么时候想要个宝宝呢 其实我很喜欢小孩 那我年纪也确实不小了 所以在医学的角度来看 我确实是要生就尽早生 当然这种事情也是要看天意啊 还有时间啊 目前大S正在上海赶拍电影《大午生》 但刚新婚的他似乎归心似箭 想快点结束拍摄 专心投入到自己的新婚密恋中 目前拍完《大午生》 就是我无论如何会先 好好的筹备一下婚礼吧 然后再决定一下 接下来的生活 然后会用最快的时间做好决定 对于婚后是否会继续工作 大S似乎还不确定 但不知老公汪小飞是否会建议 自己的太太婚后继续工作呢 我想我会爱上一个人 一定是他有一定的那个 明理度跟体贴度 还有为人着想的程度 所以他倒是没有给我任何方面的 给我一些意见什么的 韩皮贴的老公哦 罗凡天福州报道 大S与汪小飞闪电结婚呢 也让另一个人成为了媒体追逐的焦点 那就是红娘安以萱了 那早前呢 就有说这个红娘还要兼任 半年哦 我真的没有收到她的目前的邀请 对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新闻到底怎么来的 因为我已经病成这样 我真的没有发现有这样的新闻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红娘变成失去谁 然后又变成了伴娘 对 然后谢谢所有媒体对她们的关心 那我想有任何的消息 由她们这一对幸福的 甜蜜的 即将结婚的爱人 然后来跟大家宣布 也许她的伴娘名单也会很精彩吧 我相信这会是一个蛮大的世纪婚女 安以萱极力澄清伴娘说 还尴尬地成为了大小婚的代言人 所以我变的是唯一 你跟她们比较近的目标吧 然后我觉得你们辛苦 因为从我这 我真的我不知道可以告诉你们什么 无意间当了一回红娘的安以萱 何时才能够轮到自己谈婚轮嫁呢 幸福的事情我当然也会希望遇到 但是我可能还没有那么幸运在这个时间边 所以讲得美 还是有点麻烦的 下一项幸福要等多久 夏比林静阳台北开放报道 其实幸福呢 有的时候也可以自己主动争取的嘛 比如说让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啊 帮忙牵牵相亲之类的 那最近呢还是单身的舒淇 就是让身边的好友十分的担心了 而且平平地为她安排相亲 那到底舒淇有没有相争呢 今日舒淇声穿威灵礼服 高雅亮相上海 出席某珠宝品牌的宣传活动 事业一片辉煌的舒淇 至今在感情上还是没有任何言讯 最近好友也是一直在暗暗帮舒淇相亲 一直被问及感情问题和相亲近战 舒淇终于有点挨耐不住把相亲话题点给记者 其实相亲我都不晓得的 对 就是我想要跟朋友去吃饭 然后就有些不认识的 其实也不叫相亲只是介绍一下 那朋友和家人都特别问你高级 我觉得你比较着急 相亲没有相中的 猪猪就陪上海报道 未婚的明星们呢 最容易被追问的话题当然就是感情问题了 那已经升级为奶爸奶妈的明星 自然最愿意交流的就是《育儿精》了 像是一起拍摄电影《急速天使》的林志颖 以及张博之就免不了要互相交流一下《育儿精》了 日前在上海举行关机发布会的赛车题材的电影《急速天使》 不仅找来林志颖担任赛数决道 还集结了张博之、汤唯、刘若英 三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星同台标系 对于两位搭档 刘若英不愿过多的评价 不过她对汤唯的印象却非常深刻 我这次跟汤唯的戏比较多 她让我看到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在表演上面她有她的天分 而说到张博之 大家还是离不开片酬话题 有消息称张博之在这部片子的戏份并不多 但是片酬却是最高的 就是有报道称是说她呢 就是客串戏很少 但是呢片酬是过千万 这个商业秘密可能不会说了 那有这么高吗 你问她呗 张博之拍戏也把卢卡斯带到现场 以为人夫的林志颖不但经常到卢卡斯玩 而且还和张博之在片场互换育儿精 有啊我们两个常常在聊 就是什么奶粉比较好啊 哪个尿固比较好啊 然后比如说要到什么年纪要吃什么配方啦 要加什么可能维他命或什么之类的啦 互相交流我蛮佩服她的 因为她又要边工作 然后又要照顾小朋友 张博之是个好妈妈 出去就陪上海报道 这个奖对于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张千林俊杰双节推迟合作由库中 别走开 下节看 欢迎大家又在一起 运动协佛独家冠军播出的 娱乐乐半天 我是杨阳 在刚刚结束的第八节特步中的 进到音乐榜上呢 继续蝉联 劲爆那地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张杰 带着自己的全新专辑呢 与我们福州的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哇看着现场这么火爆的这个场面 看来这个人气王真不是盖的 参加劲爆榜之后 张杰立马就带着自己的全新专辑 这就是爱 在福州举行了全国首场签唱会 统一身穿蓝色服装的粉丝们 挤爆了活动现场 面对这么热情的福州粉丝 张杰也相当的感动 我觉得我第一次来福州 是应该是做一个歌友会 我在上面唱很 就是唱一些歌 其实那些歌有可能 大家都不太熟悉 但是呢 唱完之后很多的现场的歌迷 还有现场的很多的媒体 都会就还挺支持我的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然后这几年过来 然后大家都是一如既往的 来来来喜欢我 我觉得自己特别的荣幸 月体参加劲爆榜的好友林俊杰表示 最想写歌给张杰唱 这让张杰非常开心 那么双杰合作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跟GJ之前就有几次通话了 就是也希望就是大家有这个合作 又最早我也特别喜欢他的歌 所以其实这张唱片的话 本来也有机会去 应该会有很多机会吧 因为大家都互相心心相惜的 期待双杰合作 来门听福州报道 看来双杰合作 我们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了 而在我们金爆榜上 这次捧多了五座奖杯的 这一支林俊杰呢 明天也要发行自己的最新专辑 他说 而日前呢 他在台北参加一个电台活动时呢 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金曲歌王这次林俊杰 参加电台年度单曲票选活动 为了替自己拉票 接受粉丝三大考验 考验一 挑战做令 折手舞 跟蔡依林比起来 林俊杰的这段折手舞 明显生硬了许多 Vogging舞对我来说 还是比较新的一个舞蹈 而且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女生的东西 然后通常男生跳起来会感觉 卡卡怪怪的 对啊 因为刚好这一期也是身体不太舒服 所以还没有完全复原的状态 然后就是也是第一次学 所以我会继续努力 希望有一天啊 可以真的 也可以做一个男人版的Vogging吧 考验二 挑战周董的歌 超人不会飞 林俊杰与周杰伦不是好朋友吗 好友的歌居然不会唱 会不会很尴尬呀 有一点 没有我都是唱他比较就是深情的那种 可以歌的那种歌 然后这首歌还是 还没有还没有学会啦 对啊 为了给自己扳回点面子 林俊杰也隔空喊话 要求周董学唱自己的歌 今天要好有机会要多学习一下我的新歌 希望有一天可以听你唱我的怕说 考验三 与女粉丝亲密接触 面对面有动 对对对 挑逗我们的 女粉丝有些害羞 而这一只的大方表现 难道不怕女友会吃醋吗 我觉得还好 就是主要跟粉丝的互动 一直都是 以亲切啊 我觉得要 其实 只要开心就好了 我就也不会想太多了 记者沙比林郑阳台北报道 在我们第八届特不动弹新报音乐榜上呢 第一次获得我们 劲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谭维维 那是相当的开心呢 第一时间呢 就接受了我们乐翻天的独家访问 好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就是我们 劲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获得者谭维维 首先要恭喜啊 这么有分量的奖拿在手上 对不对 谢谢 其实有点 还有一点恍惚 怎么讲 因为其实 这个奖对于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入行五年了 然后在音乐专辑方面 这是第一个首肯 2006年夏天 我上了杂志封面 可惜是赞人的音搜搜 我站在冠军侧边 陪她嬉皮笑脸 她痒痒都不如我 十字传声的她某某 在本届劲爆榜上 谭维维一举击败多位实力唱将 获得劲爆内地最佳女歌手 而她却把得奖归功于自己性格多年沉淀的结果 在我印象当中 我觉得谭维维 不论是你的外形啊 穿着风格跟舞台风格 给人感觉你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孩子 那是不是对自己的音乐也是这样呢 一直很有保持自己的主见 很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 不是 真的 也就是因为 我是一个比较犹豫的性格 我习惯于去 让别人认为我特别好 比如说今天见到你 见到她 见到她 我就希望大家平平和和的 所以就少了自己的个性 那这样会对你的音乐的一些方向啊 然后发展的这些刀会有些影响吧 会 所以说才这么多年才找到嘛 之前 但是我并不觉得之前的这种 这种 怎么说呢 这个路是走的弯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 没有之前的这个感受的话 我不会那么快的找到 就是这些经历都是必须的 对 既有了这些经历之后 才能看到现在的谭文维 对 才能看到一个更加完美的谭文维 是不是 长大了 也希望我们的文维能够继续的 单纯的做个歌手 然后唱好听的歌曲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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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感谢了 赛期为梦想奔斗 欢迎来到时尚潮人环节 通过着新观众的票选呢 昨天获得我们赛期时尚潮人称号的明星呢 就是何润东 公鞋的台网名叫做慕慕林的朋友 以获得了赛期能学服提供的 精灵运动章备一份 以及呢 何润东新品的新品的第一张 好啊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提供的时尚潮人 又有哪几位呢 他们分别是A大S B安乙轩 C苏席 D谭维维 好的 大家快把你心目中的时尚潮人 选告诉我们吧 并且告诉我们今天选择他的理由 我们今天的奖品呢 依然是由赛期能学服提供的 精美运动章备一份 以及台湾为谭某某 新品签名的 C第一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